要说喜剧的话 真正在一部戏里叫喜剧之王称王的 能演过的只有张博之 对 博之敢试一试你的一些经典桥段 但是我想要主男 来来来来 观众有没有觉得主男跟周星期心也 很像 看起来会有特别的不一样感觉吗 特别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你要不要尝试尝试一下 来哇这个视频先看一看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咯 上班行不行啊 我上班你咬我 我养你啊 我养你啊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 傻瓜 哇 好漂亮啊 哎呀那个时候18岁 美欢天了 哇塞 那个里的是谁啊 什么呢 哎这个要亲啊 是他 好漂亮 哎准备 开心 哎 哎 怎么样啊 走了 不是去哪里啊 回家吧 接着呢 上班咯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让我啊 我让你啊 我让你啊 你让好你自己先啊 傻子 我让你 最厉害是什么啊 跟我18岁的时候看 她是没有分别的 好 但是缺席我跟她搭戏 完全没有觉得她没有三九星期 真的演技派 实力派真的缺席 真的缺席真的 我觉得这个粤语版呢 多少会有点受影响 对 所以我特别希望看到沈腾和你的普通话版 可以试一下 好啊沈腾你能看 好 沈腾有请了 好啊 哎 哈哈哈哈 弟们 走了啊 回去啊 然后去去去 然后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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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班呢 不上班行平啊 不上班你养我 好啊 杨真美 杨真美 你不是这样演啊 我跟你说这段戏啊 真的是在我心里面认为 到现在为止我都 在我心里都不认为有任何一段男女分别的戏 能超过这一段 没错没错 真的 这个后面的镜头我都知道 每一个镜头我都记得 因为当时这个片子我们拉过片 后来记得 坐在出租车里面哭了 一直在哭 对 对对对对 诚哥想不想圆个梦 在我心里呢 这个东西一直就像教科书一样摆在那儿 但是呢 真的不敢碰 因为他就像我心里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 但是 我们今天一定要圆你这个梦 来 来一版 来一版 不是 我只是来配合一版 必须配合一版 来 刚才让沈腾都给破坏了 你来一次 来 各位工作人员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 来摄影 灯光 预备 好 开机 喂 怎么了 走啦 走啦 回家 回家 不走行不行啊 回家上班 哦 不上班好不好 不上班你养我 我养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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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养你啊 真的 我养你啊 你养你啊 你养你啊 你养你自己嘛 杀瓜 你养好你自己啦 傻瓜 眼泪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很感动 因为这段戏 真的还是在心里面 是很有分量的一段戏 其实通过他们这两段的演绎 我们看到 其实有的时候喜剧演员 不一定是用那种 特别夸张的方式 对吧 有的时候其实喜剧 当你进入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 它其实喜剧的力量 也照样能呈现出来 这段戏就是一段 特别经典的一段戏 说句不客气的话 喜剧演员是最会表达心酸的 对 但是喜剧真的很难演 确实真的很难演 其实我觉得像她这么漂亮一个女孩 当时18岁演这么一个喜剧 尤其跟周英师搭戏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 她最典型的造型 是戴大眼镜爆牙好像是吧 大钢牙 钢牙 那是莫 莫莫莫 莫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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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我整错了 挺好笑的 特别好诗 莫莫莫 迪胖江江 对不对 我们讲授送给每一位表演者 特别棒 特别棒 大钢牙